哈喽,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啊,欢迎收看由呆呆,为大家带来的村庄故事 上一次呢,史蒂夫也算是将功补过了,没想到他把灾恶队长都给抓住了 这一次我们能不能原谅他呢? 哎,小伙伴们,你们说,我们能原谅他吗? 上次我还记得有一个催眠大叔在我的窗户外面偷看我 这一次看来只能做一个白色的旗帜 做两个白色的旗帜,然后放在这里 嘿嘿,这个催眠大叔可就偷看不了我了 上一次呢,我们下框栋,挖了很多的宝贝 还和蔡菜打了这个掠着者的入侵 这一次呢,我拿出来一些宝贝,准备分给蔡菜 这个,哎,这说着说着,蔡菜就到了 大家村长,我做了一些金西瓜给你 啊?金西瓜?哇,闪烁的西瓜耶 蔡菜,非常非常感谢你 来,上一次我没打掠夺纸 哎,真是辛苦你了 来,赠送你一个鞍 两个命名牌 一个附魔术 一把弩 三十个胡萝卜 三十二个猪排 四个绿宝石 村长,你这给我的奖励也太多了吧 使不得啊,使不得 蔡菜,不多不多 这几次,辛苦你了 保卫我们的小村长,这是你的奖励 谢谢村长,谢谢村长,那没啥事,我就先回去了 哎,这次分宝贝可把蔡菜给高兴坏了 不过史利夫想分宝贝,哼,那就不可能了 哦 哎,这个史利夫怎么来了 老大,老大 史利夫,你有啥事啊 老大,这一次我打算给你一个惊喜 给我一个惊喜 史利夫,你不给我惊吓就已经够好的了 有啥惊喜啊 老大,你跟着我来就是了 哇塞,史利夫,那,那是什么呀 老大,你没有看错 那是一个呆子 史利夫,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别墅呀 老大,你猜的没错 远看像是一个呆子 近看,却是一个别墅哟 史利夫,你怎么想起来盖别墅了呀 老大,上一次打掠择这,我不是不在吗 哎,心里一直很愧疚 所以,盖个别墅,就当是给你们的补偿吧 哇塞,史利夫,这可真是够豪华了呀 哎,史利夫,这里面怎么没有装饰呀 老大,装饰啥呀 我穷的实在是太穷了 根本就做不出来啥好东西 好吧好吧,怪不得呢 我看这装饰的还是挺简单的 要么都是木头和玻璃 这,呦,这还有黄金呢 老大,这五块黄金可是我全部加当了 给你,箱在别墅里面了 史利夫,不坐不坐 嗯,史利夫,这别墅看来有好几层呀 老大,那你可别说,去到顶层,那可是你的住房 呦,我去看看 哇 哼,史利夫,我这房子也,也太小了吧 老大,没办法呀,我只能该这么大了 哎,好吧好吧,一个孤零零的床 哇塞 这上面风景也太好了吧,史利夫 史利夫,这上面怎么还有两张床呀 老大,天气越来越热了 晚上的时候,你可以睡在这里乘凉嘛 史利夫,你这想法还挺不错的 哇,从这里竟然可以俯瞰我们整个小村庄呀 老大,怎么样,这风景挺不错的吧 以后你在这里,小村庄的一举一动,进在你的眼底呀 史利夫,你真的是太好了 我决定了,你免除惩罚了 而且,上一次的事情也就算了 以后,我们一起住在这里呗 老大,这不太好吧 这房子就是你的,我们怎么能住呢 史利夫,客气啥 我的不就是你的吗 来来来,一起住,一起住嘛 老大,我看还是算了 我还是住我的水连别墅吧 嗯,那也行吧 史利夫,我看这还有一个门 这是想让我跳下去吗 老大,下面是水 直接跳下去,没事的 下去速度又很快,又凉爽 还能调水洗澡呢 哎,史利夫,你可想的真是周到呀 那我下去,试一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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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